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奇斯 新来的同学 昨天下午 老师告诉我们 罗贝蒂以后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了 这真是个不幸的消息 大家都感到很难过 正在这时 校长先生领着一名新同学进来了 他脸色有黑 浓眉大眼 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 只见校长先生和老师说了几句话 就走开了 那个新同学好像有些害怕 眼睛不安地望着我们 老师拉着他的手对我们说 同学们 你们一定会高兴的 今天 这个出生在卡拉布里亚莱基昂的意大利小朋友 来到了我们这所学校 你们要喜欢这个远道而来的小朋友 他的故乡很出名 培育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和工人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 说完 老师站起来 给我们指出地图上卡拉布里亚莱基昂的位置 然后他高声叫道 阿奈斯托 戴洛西 就是那个总得一等奖的学生 戴洛西站了起来 请到这边来 老师又说 戴洛西离开座位 走到那个卡拉布里亚少年的面前 作为班里最出色的学生 老师说 请你代表全班对这位新同学致以热烈的欢迎 让PI蒙特的孩子拥抱卡拉布里亚的孩子 戴洛西听了 就拥抱了卡拉布里亚少年 高兴地说 欢迎你 卡拉布里亚少年也拥抱了戴洛西 我们大家都拍起手来 虽然老师一再说要我们安静 但看得出来 老师也非常高兴 然后 老师给他指定了座位 带他坐下了 接着 老师又说 今后 你们要好好记住我说的话 为了卡拉布里亚和都灵的友好 我们国家曾经发动了50场战争 三万多名意大利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你们一定要互敬互爱 谁要是欺负他 谁就不配来见我们的三色国旗 坐在卡拉布里亚少年旁边的同学们 有的送给他钢笔 有的送给他画片 坐在最后一排的同学 还送给他一张瑞士的邮票